ASC 将全形转半形 如果说我要把刚好颠倒 把半形转全形 对不对 你会说BIG5不就是了吗 将什么呢 半形转全形 这边就有了 另外的话还有其他 比如说你要输出内码 其实后面103还有一体 难度比较高 也说你的中文字不在前面 而在中间任何位置的话 那你可能要针对怎么样 每个字的内码 内码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边就有一个CHAR跟CALL 这两个基本上就是抓 我们的电脑里面内码的位置 这个当然未来还是 如果你知道的话会相对的 比较容易处理一些东西 比如说CHAR案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去抓取你的内码的位置 比如说按确定 假如说我今天 CHAR抓到什么 我记得A好像是65吧 65就是A 那如果66就是B 意思就是说我抓内码的位置 这个内码的位置我们后面再看 反正ASCII CODE内码表 它有一个对应 因为美国人设计电脑的时候 他只有想到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英文的大小写 还有数字 另外还有一些标点符号跟控制 就是在电脑里面设计的时候给它位置 所以我们将来要输出 可以抓这个位置 不过这个我想大概知道一下 CHAR函数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呢 还有CALL 你也可以从内码抓 比如说刚刚CHAR跟CALL 你比如说我假设输出一个A好了 他会跟我讲说他的位置在65 OK内码的部分 目前我们暂时还没用到 什么时候用到呢 我刚刚讲103 编号103那个范例题 所以回去的话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先试着做这一题 这一题就是位置不一定是在中 不一定在前面 可能在任何位置 你都可以把你要的资料搬出来 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常用的函数 其实请各位 也许花一点时间看一下 比如说你会发现 Find有FindB 这个B实际上就byte 就是一个是按照他的哪一个字 一个是按照哪一个byte的位置 也可以这样找 另外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变VBA 变VBA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标准化留 1切到V就basic 2的话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这边的话我就加一个什么 中文公式 然后for i 等于1到8 OK 当然如果你位置固定的话 我们就用8 如果不固定的话 我刚刚讲过用range and 刮符 xl down 点row就可以了 然后并且怎么样 把那个公式丢到哪里呢 丢到b栏 所以写法就大概这样 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 这一串的话 当然你可以把 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 再贴过来 其实流程都差不多了 我只是快一点把它带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就双一号两个 一到中间and 两个 再一到中间加一个i就可以了 再来讲空白 所以你会发现 大概你做个超过五次以后 你大概就差不多熟了 对啊 剩下的话就把它复制 贴过去 我就OK 而且以后这一招 真的还蛮好用的 因为太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也就是说你本来有公式 你也可以直接贴 就可以完成了 清除 输出就OK了 那其他部分的话 我想就是100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103 不过这一题因为逻辑判断太复杂 还有牵涉到内码 所以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留到之后 有时间再来看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边有英文 有数字 有那个中文 那如果今天 当然这边只有说算几个 几个啦 不过最后的话 我们是要把资料抓过来 那还有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用函数来做的话 里面就要写这么多 而且最后还有一个大瓜五 大瓜五什么 就执行正列 也就是说 你要写一个这么复杂的公式 最后发现还是用 反而用VBA来写 会比较简单 很多地方 如果你简单的事情用函数 OK 可是如果你复杂的事情 也用函数的话 那你会发现 光写这些东西 你可能光看都看得很辛苦 倒不如用VBA来写 不过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想 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可能要往前再看 那个逻辑函数部分 因为逻辑判断呢 在工作里面非常的重要 不过今天可能时间不是那么足够啦 但是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逻辑部分 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待会开启逻辑函数这个范例 然后并且把它切到这个一幅部分 一幅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判断 它到底有没有合格 第二个的话呢 判断什么呢 判断它的成绩没那么单纯 我们希望什么 这边可以多一个多重 所谓的多重判断 就是指的什么 它的成绩 如果是80分包含等于A 如果是70分到80分是B 60分到70分是C 不及格是D的话 OK 那我们先看一下 合格不合格比较简单吗 插入函数我们可以用逻辑 逻辑部分的话 一幅什么 一幅这个假设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我这边就给它输出合格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不合格了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吗 这应该大家都会 可能 我工作里面一般没有那么简单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合格不合格 再来多重 多重就我刚刚讲 ABCD 这边合格不合格两种 ABCD有四种 四种怎么做 插入函数 一样又一幅 一幅的话 那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乘积如果大于等于80的话 那应该是A 剩下来的 BCD那怎么办 对 一般他还是 有的人是直接一直打一直打 不过我是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 我习惯的方法就是 直接在A打完之后 游标放这边之后呢 请善用前面的下拉清单 但游标一定要放这边 再点一下一幅 他会帮你怎么样 又另外产生一个一幅 潮状的一幅 再跟他讲说这个乘积如果大于等于70的话 那就是B 还有C跟D怎么办 再一样再点一下一幅 然后逻辑再给他大于等于60的话是C 剩下来的就是D 所以你可以一直一直一直很多从 他逻辑好像最多以前是只有七个 OK 不过新的版本不像有没有这种限制 我是不知道 不过一般没有人用到那么多 理论上这已经是 做完就按确定之后 你其实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应该也是OK的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要自己从头打到尾没有错的话 其实也可以 但是不容易 OK 所以请各位 另外的话我们待会还会希望怎么样 旁边在做什么 VBA 一样 VBA怎么写 但也不是丢公司这么简单 因为每次丢公司 那就学丢公司就好了 当然以后不是 所以这边的话加一个VBA 那我会希望旁边在做按钮 按下他之后 丢合格不合格 第一个 再丢一个ABCD帮我丢到这边 一个清除好了 OK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那个101部分 还有其他的函数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巨细名这样讲 不过我是建议你只要有时间 你就反正就稍微看一下 瞄一下 每一类每一类函数 你反正都至少知道 虽然你暂时用不到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说 他里面有哪一些 可能我将来会用到的函数 那你稍微把它 也许像我以前的习惯是做个笔记 或怎么样 那将来要用的话 你就可以试试看 把它拿来用用看 所以问题就可以解决 像我们刚刚那个问题 另外的话 我们再来就是逻辑函数部分 逻辑函数 第一个就是合格不合格 ABC 再来就是VBA的部分